现在整个市场的投机气氛也不是太好 他们昨天的成交也只是在400多亿 不到400亿的水平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就来放这个存价 所以可能投资者的参与程度比较低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在这个熊市的后期 通常这个成交会慢慢的下调下去 我相信未来的情况 这个成交应该会越来越小 大概可能要到300亿的耳下的水平 才能够就是成交有一个回升的墙幻 而市场是不是到底 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说 这个成交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下调的一个墙幻下去 所以我相信 大概要到这一年中的时候 整个成交跟大市才会有这个回升的空间 明年离民族的年轻人 未经许可,一国亚 未经许可,一国亚